台南狱警有监佛堂2019年遭人纵火 嫌犯过去曾经住在佛堂 因为与人发生冲突 后续想回来再住 不满被婉拒涉嫌纵火 造成妻子两伤 案件审理嫌犯是三度逃死 但关心台南高分院的最近说明 放火杀人的直接故意 恩将仇报造成的危险及损害极为严重 多数被害人家属表示不能原谅被告 被告犯罪的情节已达最重大 无从下修被告的良刑 本来可以量除最高的刑度 但是本件被告在原警前来的时候 虽然因为绞痛难耐而向原警坦诚换火 还是符合刑法第62条自首的要件 经过自首减刑的规定之后 就是对被告量除无期徒刑 好嫌犯当年纵火之后 还回到现场查看 被检方痛斥 手法残酷 视人命为草戒 一审判处死刑 不过二审及更一审改判无期徒刑 经过最高法院撤销发回更审 台南高分院更二审 仁依杀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此夺公权终身 悬案可以上诉 而佛唐家族创办人低调表示 一切交给司法处理 但是也强调被害者人权 应该被重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支支付下去 您欢迎 你夺来就求 打赏